寫三個程式 第一個程式就是 我要把原來的那個 我原來函數裡面的county符 這個把它這個第一個 這個是第二個 這個是第三個 這是一嘛 二三就是 產線人員的數量 那我不要用county符的話 我想要用VBA自己寫一個 我該怎麼寫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是之和 第三個是平均 那寫的方式的話 當然第一個 還記得 如果我不是透過chargept 我要自己寫的話 那我要怎麼寫 其實寫完了程式雲端上都有 因為 如果假設你擔心寫不出來的話 雲端上我都會把我寫好的程式貼到 雲端上面 這是第一個 第一段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 第一次程式一定是sub到and sub 第二個是sub到and sub 這邊 第三個是這邊有沒有 所以有三個sub 就是三支程式 OK 然後呢 所以寫的方法 我們逐一來看一下 我先把它run一下 給各位看 這個把它清除 這邊都空的 有沒有 然後寫的話 就是這個是產線人員數量 丟過來 六個嘛 然後和這個平均 有沒有 可以一、二、三、三、三支乘四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來run一下 來跟各位講一下 就是第一個 產線人員數量怎麼寫 OK 這件事情 那首先的話呢 你要從怎麼從零開始 第一個的話呢 開頭記得啦 這個剛剛是ChartGP寫的 你可以把它寫在同一個模組沒關係 因為不不影響 那你說老師我要把它分開可不可以 也可以啦 你就再按右鍵再插入一個模組 然後你把它寫在module2裡面 也可以 可以 這都可以 不影響 OK 不要的話把它移除掉 我放一起好了 OK 我把它放在下面好了 那寫的方法怎麼寫 第一個哦 你要寫一個SUB的話 開頭記得呢 一定要先怎麼樣 先寫 先寫一個什麼 一個SUB的名稱 比如說我將 我希望寫一個 一支程式是希望能夠呢 幫我怎麼樣 解決產線人員數量的計算問題 所以呢 寫的方法記得開頭一定要是SUB 後面的話呢 我是把這個名稱的話是怎麼 是從這邊抓過來 這邊Ctrl C 有沒有 然後把它切到這邊 Visor Bay 把它貼到它後面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呢 你貼上去Enter它 那你會幫它Enter一下 它這邊會多這兩個東西啦 那意思就是說 它幫你把後面的東西寫完了 你說 我自己打盔也可以啦 只是我習慣 有些可以偷懶的就盡量 反正它會自動幫你產生 那它會幫你把尾巴結束掉 所以頭跟尾在這裡 接下來你要寫程式的地方 就在SUB跟EndSUB裡面 那比如說呢 我習慣你要寫裡面按個TAB TAB有沒有 TAB鍵按一下 在鍵盤的左邊第三個 然後呢 那你要敘述跟它講說 那你要做什麼 我要做的事情很簡單 就是呢 請你 我把它往上移一下 就是呢 請你幫我從第二列到第十一列 先跟它講範圍 所以你跟它講說for for圍圈就是 從哪一列 i的話是哪一列 等於第二列 到to 第幾列 這邊的話看到應該是第十一列吧 所以你就輸入11 Enter兩下 打一個NAS 那有for就有NAS for的話是 哪一個 就是回圈的開始 從 第幾個 第二列開始 那NAS的話呢 它就會 跳回去之後呢 它由2就變3 再跳回去變4 一直到11停下來 所以 就是有點像一個清單範圍 就是這個範圍哦 你幫我檢查一下 那檢查什麼 再按一個TAB鍵 下一接 然後呢 判斷一下 這個前面兩個字 是不是等於產線 如果是的話呢 就幫我加1 所以哦 接下來的話呢 判斷 判斷還記得吧 一負 如果 如果什麼呢 這個儲存格 人家說這個範圍的儲存格 就是Sales 儲存格 Sales 刮斧 哪一列 第i列 哪一欄 A欄 裡面的儲存格 那因為我需要前兩個字啦 所以前兩個字 你就在這個儲存格 在前面加一個Lapt N-E-F-T Lapt 刮斧一下 那取得這個儲存格 裡面的前兩個字的話 用Lapt 後面記得豆.2啦 豆.2的話 指的是 我要抓這個儲存格 裡面的前兩個字 那取這兩個字要做什麼呢 如果他兩個字裡面是產線這兩個字的話 那我後面比較 跟他講說 你幫我比一下 他是不是產線 所以打一下產線 OK 然後後面的話 再空白 然後做什麼 OK Enter兩下 一樣打一個End-If 反正有頭有尾啦 你會發現 他頭尾的這個 這個結構很重要 記得啦 反正有Sub就End-Sub 有Full就有Nest 有If就End-If OK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也就是說 符合這個條件的話 才會做下面的事情 什麼事呢 就是把 某一個變數 把它加1存回去 那哪個變數 我在雲端上我就寫Sum 我要用這個 Sum等於 Sum自己本身 加1就可以了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 他這個Sum 如果你假設沒有初始值 他裡面就放一個沒有資料 或者放0 你把它想上0 所以0加上1的話 那就是1吧 存回去 那Sum裡面就放1 那Sum裡面就放1 所以只要有 有有有產線的 他會幫你加1 加1 所以Sum這個裡面的值 就會不斷的 反正有就加1 沒有的話就跳過 所以最後的話呢 再把這個Sum的結果怎麼樣 再幫我丟到這個儲存格 所以最後跑完之後 你在Nest的下一行 跟他講說 你幫我把這個計算的結果 放在哪個儲存格 放在這個儲存格 這個儲存格 這個儲存格就是Range1 2 裡面呢 就幫我放Sum裡面的數字 這樣程式就寫完了 OK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來跑跑看 如果你假設沒把握的話 我建議你按F8 F8的話就足行跑 有沒有 F8按一下 你可以把游標放在那個變數上方 有沒有 這個時候4裡面是 放的是2 所以這個時候呢 指的是哪個儲存格 A2的儲存格 這前兩個字是產線 4嘛 所以如果這個條線呢 你可以把它全起來 有沒有要放上去 理論上它 它理論上這個結果 應該會是為True 所以如果為True的時候呢 它應該會進到這個 這一行嘛 所以你看 那把它F8 那上裡面目前呢 那原來是空的 沒有東西 對不對 那因為有進到這邊加了1 所以它是先把 後面這個計算先做完 然後把結果存到裡面 所以你執行完的結果 Sum等於多少呢 Sum這個時候 油標放上去 有沒有發現 它變成1了 因為它本來裡面 是沒有任何資料的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0 0加上1 然後放回去 它這邊就變1了 所以等於是有一次的 好 那下一個 下一個應該是人士 所以人士部 應該不會吧 人士部前面兩個 是不是產線 不是嘛 所以不是它是怎樣 跳過去 所以它就不會加1 對不對 跳到end if 那下一個 下一個是產線2 所以產線2 是不是 4 那就把原來的Sum 是1 1再加1 加完之後存回去 那就變2了 所以Sum裡面放2 用依次類推 所以再來就是採購 採購應該也是跳過 有沒有 採購下一個是產線1 產線1 前面還是4 那把它加1 有沒有 所以一直加一直加 所以你會發現 4就跳進去 不是就跳離 有沒有 所以加5了 然後在最後一個 應該是產線1 4 然後再來印刷分布 是不是 印刷分布不是 不是跳過 好 那所以上呢 最後裡面的值 就是6 所以6的話呢 我希望把這個結果 幫我把6這個數字 有沒有 放到哪裡 放到這個儲存格 哪個儲存格 就是這個啦 所以以後你要把什麼資料 放在哪一個儲存格 它的寫法其實就是這樣子 中間加個等號就可以了 這個等號有點像什麼 把什麼資料放進去的意思 OK 好 那你會發現執行 所以跑完了 因為I已經到12了 12不行了 沒有12就跳離了 OK 所以就是把6這個結果 丟到12 有沒有 然後呢 就離開了 離開就結束了 OK 那就算完了 OK 所以喔 這個地方的話 請各位試試看 這段程式嘛 在雲端白板上面的 第 應該是第1頁這邊嘛 一模一樣吧 OK 那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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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